各位不高明啊 一小时走七点 七点几个卖 当然不行啊 就说一个idea 未必成为一个什么 successful business 一个新产品 如何来适应这些市场 那么这个漫画呢 是想说明啊 技术 一个人到bis去玩 丢了一个course 拿手找什么找不着 怎么办呢 花一生气 花300块钱啊 买一机器 一下找着 你问这300块钱怎么回来啊 他没辙 他说我要开一个rental少 以后人家丢钱拿住我的机器 对吧 然后呢 丢一个course呢 你赔我一毛 丢一个一毛的 你赔我五分 算算300年才回得来 说明啊 这个技术问题啊 也不是最先进的 一定最合适的 我们讲了一个叫justification的问题 对吧 这个呢讲服务业的啊 你看老郭也在搞这个 这个这样 服务业的质量问题 这个人呢 带着两个人去看房子 跟他们说 说啊 你们去看 我又马上就撤离不下 来坏断打你们 我开车就跑 对吧 当这指的 所谓服务业的质量问题啊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版画 咱们看看 怎么来解决啊 顾客投诉的问题 你看这个公司设计多好 这个公司设计了 你打他电话 有个801电话 说啊 你要订货按1 你要投诉问题啊 按2748 一大创 说这个 休息后啊 三年下来 没一个投诉 但很快啊 一个客人都没了 哈哈哈哈 这我们讲指南观力的 有那幅漫画啊 这个咱们看 这个咱们看 钓大鱼 有人说 怎么问我 要不要讲钓大鱼 咱们一会儿 穿饭再讲钓大鱼 对不对 这鱼大不大 好大一条鱼吧 这条漫画是讲啊 你钓鱼之前 要先准备有设备 钓大鱼这么清晰怎么办 对不对 咱们 这个漫画是给那些啊 家里反对钓鱼的人啊 看的 就说明啊 这钓鱼的时候啊 不能计算经济效益 对 你要买一次把 开汽油的钱什么 买的那个 吃的全算上 那一条鱼啊 只好几百了 对吧 所以这个 讲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这个咱们快点走 好咱们现在啊 因为时间不多啊 回到这 首先咱们回到 我们所谓的竞争啊 咱们讲 所谓的 主要就是说啊 我们说啊 市场经济的核心呢 是竞争啊 我们讲管理学啊 始终围绕着竞争来谈 对吧 我们说政府 那是不竞争 对吧 因为企要竞争 那么我们说现在当然 一个第一讲 这个全球的竞争 那么实际上呢 一个business啊 一个企业来讲 不论在国内 还是在美国 你要办成呢 都要什么 我们要 survive 一个intensified competition 那么在竞争中啊 我们说呢 就会有所谓的 winner 和loser 就有有输有赢的概念 对吧 就像打球一样 你说NBA 都有有输有赢 对吧 那么一个企业 对吧 我们说既然啊 我们说有输有赢 如果竞争呢 跟球赛是一种竞争的时候啊 那么也是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 有些企业啊 也就是说你 赢的时候多 输的时候少 那么 积累下来 eventually呢 你变成winner 对吧 如果你输得多 赢的少呢 那么你最终呢 就被淘汰 实际上他们像李嘉诚也好 像所谓这些企业的名人 他们一生中 不论是投资 还是企业 都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 但是他们最终呢 是一个winner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成功的时候多 输的时候少 像大家看NBA一样 NBA的时候啊 输得少的队啊 就淘汰 没有人 赢得多的队才进入季后赛 没有一个什么长胜将军 企业也是这样 在企业管理中 没有一个manage 一个管理者 所以永远不做错误的闹 但是呢 你要做到呢 你做正确的时候决定多 错误的时候少才行 你老做错误的决定 你老是入色啊 你很快就被市场淘汰了 就叫这么一点 对吧 那为什么 所以啊我们说啊 既然呢我们从来讲 对于所谓winner 为什么有的人 在一场竞争中啊 能够赢得多 输得少 为什么有的人呢 老输 回到这么道理呢 就是how to compete correct 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所谓竞争之道 因为在时间的我们 包括我们在资县中 太多的所谓国内者 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什么是竞争之道 不要去谈啊 如何竞争呢 对吧 那咱们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啊 今天我主要讲解了 我就说啊 这个什么意思 什么叫compete in a right way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怎么叫竞争啊 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对吧 那么当然 我最后会有很多例子 当然我的例子 可能我讲不完 咱们看我时间啊 有很多例子的 那么下面咱们看看 第一个为什么要讲竞争 就看看所谓啊 竞争的环境的变化 我们叫change in the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我们说啊 第一个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 就是当前的这个CEO啊 都从哪来 对吧 竞争怎样来演变 我们说所谓CE的构成 那么想提起呢 日本汽车 咱们在座的开这个亨达呀 所有的很多 日本汽车在我们管理学里呢 提供了很多的经典的故事啊 我会说一说 那么最后来说说看 我们说啊 在现在的市场竞争中 对吧 什么是最主要的 我们所谓的竞争手段啊 竞争手段 那么咱们现在 简单的问题啊 我们说任何一个企业 再小啊 咱们中文成立叫 麻雀所以小五兆集权 一个企业再小啊 我们说 你有三个最基本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 我们叫finance 英文叫financing 搞钱 一个功能呢 叫marketing 咱们分成行销 中间这个功能 我们就叫运营管理啊 叫生产运营管理 如果我现在来问一下 这三个功能 对于一个 我们说 为是一个企业的竞争能力来讲 哪个功能最重要 你先来说 哪个功能最重要 M 老公说哪个重要 M 你认为marketing 你认为marketing最重要 有没有认为finance最重要的 说没有钱你干什么 可以 在讲课的时候 每次我会学生这个问题的时候 叫我学生 每个学生 一比较多基础 那么一般学贩 当个店是finance最重要 对吧 那么一般学marketing 马上就举手 说marketing最重要 那咱们先来看老郭说的marketing 这时候咱们来看看 我们说看了汽车工业 大家知道我们讲汽车工业 我们说日本车啊 从七十年代开始 进入美国竞争 对吧 包括咱们现在最熟悉的 Toyota Honda Mazda Nissan 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 日本车呢 把美国人打败了 所以美国人当时拍了一部电影 什么名字呢 A Lost World to Japan 说的说日本的 就是美国的背个碎 是如何被日本的系统会打败 就哼了 这日本怎么把美国的背个碎打败 这时候我就会来问咱们来先问老郭啊 你认为这个日本美国车输了 是不是因为它marketing不行啊 你是不是认为美国的车 甚至输掉这个竞争 是因为它的marketing power不够呢 是没有问题吧 我在问你 是耶斯诺是不是啊 不是 不是 显然不是 咱们都在美国说的 就像我在这个小创一样 我们到处都看到美国所谓 Bake 3的Dealer 或者说美国的消费者 没有人不知道Bake 3 任何一个Town 那地的是个大牌子高高的 没人不知道 对吧 然后再问凡蛋 如果有人对凡蛋 你是不是认为美国税输掉了 是因为它缺钱啊 No 所以说也不是 那为什么 刚才大哥说了 归根结底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日本车好啊 是车不好 所以我就问学生 那么最后有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的消费者 要去买日本车 说了 因为日本车质量好 在出气的时候价钱费 对不对 那辉军说什么呢 终于得做 实际上说明 一个企业啊 不能是服务业 餐馆 零售 我把他举好的例子 还是制造 一个企业如果是 你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讲管理 不能讲一次性的 说你投机一次 一锤都把你跑了 那管理学不讲这样的 我们管理学一体 你的长期在 你要长期的有这种能力的话 最终是不是你产品得好啊 产品得好 对吧 那么当然包括我们所谓的 好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叫 High in Quality, Low in Price 对吧 质量 高质量 低价的 当然包括一些其他特定 还没有讲 从这一点的回事上面来看 这张图原来是实 说明这是在 两年前的时候解释 美国的CEO的构成 咱们可以看到 这三大共同级别上涵盖 那么从生产观之下 这百分之三十六 为什么呢 竞争性质量 我们说竞争的全球化 竞争本身激烈 那当然你们看 财务 各自二十 正在搞科研的 搞当律师 对吧 这说明什么 这张图本来我给学生说明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这个生产这个功能 也重要 或者运营这个功能 这功能什么作用啊 比如说服务 你搞什么 就是说你要提供最好的服务 或者说你要提供最好的产品 规定接地 你的服务得好啊 你的产品得好 你这个企业 才能长期的生存 对吧 那么这个当然是讲 原来的解释 美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变化 实际上这个落伍了 最新的数据 现在美国的制造业 学大学到百分之十一 服务业呢 叫到百分之八十七 升到服务业 就是说啊 那么最终可以讲 实际上呢 是这个服务和制造业 分开 那么就是说 我的学生中 现在我们的学生中啊 绝对到最终啊 都到服务业中 啊 所以我现在我发现你的例子 都是敢服务 对吧 那是因为什么呢 并不是因为美国